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那样的一个感觉 黄州出道好几次了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过来还怎么样 黄州拍一个宣传片 宣传照片 所以就一直都期待出道 出道就有钱这样了 我必须要坚持 我要赚钱 其实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想过 我说我要去做一个艺人 做一个歌手有多有名 做多大的腕儿 其实想都没想过 最主要就是赚钱 来让父母能慢慢地去 让他们能轻松一些 人的时候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动物 就是赚钱 出道以后就不能演出嘛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第一个出道的外籍艺人 我所有的法律还没有在这里表现的健全 所以我不能在韩国今年去赚钱广告等等 因为你没有公司会 它很复杂了 就停止我一切善给人数 有的时候一些活动我参加不了 那我就在在宿舍里待了 这是我最难过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刚刚的希望 出道那个《汪》这一棒子给我打美了 这含着眼泪 我真是含着那一场演出啊 我是含着眼泪 跟我的所有的那个成员跳的Tunes 第一首歌 出道 第一年我的所有的演出会是和人民币四千块钱 我记得挺清楚的 那时候老板给我们奖励 每个人一百一百五十万的韩币 老板呢 多给了我一百五十万 就给了我三百万 三百万 韩币 一万五 所以这是第一笔 一万五 加四千 全体交易 给我妈 搭换给我爸一个 嗯 这算第一笔啊 应该是零七年 晚我回去的时候就跟我妈妈去见面 晚我回来我妈还给我抱脚呢 那时候我妈妈的工作呢 说不能这两天带着我找些工作吧 就去了大众电器 去站柜台 就每天站的脚都是肿的 因为你年纪也挺大 你的脚都是肿的 去卖冰箱 晚一有一段时间还跟我说 我说要不我去做家政吧 我说干嘛还要嘛 你就别折腾了 我说我这人还有一笔钱 我说包饺子 那咱们做个角度馆 做个小饭店 你还能忙起来 我就把第一笔钱 赚了十三吧 第一笔钱十万块钱 就给了他 开了一个极其小的角度馆 你们的太适合的翅膀 给我穿 那个你们收好了就常来 是吧 然后那个羊肉大葱 知道他的不容易 所以说我要做的事情 我也是在想 都挺 都是挺不容易的 大家都特别喜欢你 那时候我特别心疼我 因为我没能力 那时候我已经出道了 有些人还知道我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还挺心酸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对这些东西看得特别大 什么敏感 利益 我就是看钱 就玩命去赚钱 欢迎回来继续 我们好听好看的音乐风云榜 刚刚讲到韩庚出道以后 其实家里的条件 已经在慢慢的改善当中 真的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实际上呢 我们在照顾父母的同时 有的时候也要来关注一下 自己的一个心理的建设 因为生活在变化 世界在变化 我们不能够那么样的一成不变 那韩庚呢 其实他的心态 也在慢慢的发生着 一些小小的变化 比如说他想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可能却发现自己束手无策 那应该怎么办呢 随着日积月累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累积 他也在可能是在等待着一个时机 所以在这个时机当中 也会对自己做一些小小的改善 请让我来为你等电影 守护你的其实 他现在在这里 到2008年前 前07年底 就开始准备 睡觉之前了 这2008年 在音乐封印榜 出道 又当了一次性 从2005年 哦 从2005年出道 然后在2008年 又当一次性 里边有一个Henry 周密 VCM 反正在韩国就是 挺有意思 挺磨练人的我觉得 回到中国我觉得我方便了 我比较舒服了 但唯一类的就是说他们不会中文 我得把他们翻译啊 因为我是队长嘛 有很多东西我得照顾得很全 什么都得想 然后我不说话 我让他们说 但是我就千万不要说错了 好 那一年我赚的钱比较多 赚了一百多万 我自己拍两广告 然后就上演 给自己卖了一套房子 然后给我妈那边 有一些什么的 给了点钱 然后付了第一笔手付 付了七十万好的钱 向黄毅姐捡钱 那时候给了打电话 我说黄毅姐 我现在钱实在倒不出来了 那时候我是怎么认识她 是拍青春舞台 关系一直很好 他借了我八十万 我说黄毅姐你太好了 真的挺感谢她 就那段时间 就把我的难题一下解决掉了 凡是值得的 不管付出什么东西 但毕竟现在 回头来看现在 就是家里的父母 还是都是很幸福的 我觉得他们能幸福 身体健康 开心心的 这我最大愿望 要实现了 为父母在北京 买房子的愿望终于实现 本该松一口气的寒羹 却依然纠结 超高人气 加持经济状况的改善 让已经尝到 走红滋味的寒羹 开始改变 应该从2008年吧 开始 觉得挺膨胀的 就觉得 我是明星了 很多人都认识我了 那人才有偶像的包袱 朋友在我旁边说 你只要你变了 我说我变成什么样 变成像一个爆发火 当时啪 就像一个 雷打着我一样的 躺在床上 我不睡觉 我就在想 我怎么又怎么着 我怎么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 慢慢提醒我以后 我家挺注意我 跟朋友在一起的一些状态 你跟他们其实 没什么两样 只是你的工作性 就是一样而已 尽管心态上 已经趋于平和 但在韩庚心里 韩国音乐公司 对他演艺事业的限制 还是让他无法释怀 重复性的演出 已经让韩庚 找不到当初的快乐 我离开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工作不开心 因为跟他们沟通过 我真的很想做演员 那时候是出了 第三张专辑吧 Sorry Sorry 就像现在的 Combinance的样子 在那个时候 就是我说 我就结束了 我可不可以去 学习一下 我去想去进修 我想学习英语 或者你不让我拍戏 我去英语 行不行 就是那时候工作状态 整个人就把自己 也封闭掉了 任何人 我都不想去说话 工作我都不想去 因为我比如 觉得有点自闭症 有人去拍戏了 那为什么我不能呢 有人也拍广告 为什么我不能呢 那所有的法律 已经全部都可以 让你签十个公司 可以去拍广告 为什么我不行 我是很多事情 我闷着不说 但会积攒积攒积攒 一下就爆发 就会挺可怕的 后来后期的时候 电话就每天都打 可能随时都打 他回来 他一走 一下飞机 他就打电话 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他就 可能就是给朋友 打个电话 给家人打个电话 他就觉得舒服了 最终有一天 他就 韩国自杀率很高 一人 然后他突然一想 那有天我要自杀 怎么办 他说完这话以后 你就觉得事情是 很严重的 只是我们没有 站在他的脚子 去想这个问题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的心理的状态 已经不对了 已经坚持很长时间 那我说我 如果我要真相 他把我自杀 怎么办 我已经什么都不想要 名利丢了一点 一眼都不想要 他都要当老师 怎么都能活 做一个工作室 活动工作室 有可能没有说 现在的 比现在生活那么好 比那时候生活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我开心 我工作开心 2009年12月21日 对Super Junior M而言 只是他们繁忙工作中的 普通一晚 但对韩庚来说 平静的外表下 却酝酿着一场 即将令媒体及歌迷 都为之震惊的计划 谁也没有想到 这次就是Super Junior M的 最后一次同台亮相 我这挺清楚 我演完初华 每个人看了一眼 跟工作人员 我走之后 我还挺淡定的 我说我的身份证 还在公司里 我说哥 我今天我要拿身份证 我妈妈要用我的身份证 我说明天再拿吧 我说明天赶飞机 不知道都回韩国了吗 我说你今天也给我 你给我 我晚上马上得送回去 半夜一点了 12点多一点了 我说我必须拿到 经纪人呢 我说韩国这怎么有毛病 这么晚还拿 那天是演完初第二天 我要赶飞机 我要去韩国 去了韩国 我什么时候再回来 那时候的什么也不想了 我只想了赶紧离开 那时候我在韩国 就跟间谍一样 我从银行 拿到我所有的 那个 流水 去医院拿我的资料 我偷偷地拿这些资料 去了韩国的律师事务所 给那些律师 把我所有的东西 就每天我就抽时间 我看今天 今天下午四天有课 我现在两点回家 要两个小时 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我就跑了你知道吗 就是赶时间 拿到的东西 赶紧回去 不能让公司怀疑 我就跟乐伦在打电话 每天在打电话 我说我准备什么东西 我准备好了 送到哪 送到哪 就我感觉 我都干得最大的一件事 怎么能这么做 以前我就特别乖 不会去做一些 违反规律的一些事情 最后的结果 其实各位也已经看到了 就是韩征呢 其实选择了 跟韩国的音乐公司来解约 那么在2010年的4月份 在那天 因为那天我也在现场 我终于看到了他 然后看到他 其实是很轻松的感觉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终于可以一个人出来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在2010年的4月份 在我们音乐风云榜的舞台上 我们看到了他单飞的首秀 从此之后呢 他终于可以开始拍戏了 事业的版图呢 也可以越来越大 世界呢也越来越辽阔了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 全方位的立体的 不一样的笑容 更多的韩羹 经历了解约风波后 韩羹重新签约新东家 尽管人员配置略显单薄 但韩羹与他的团队 对未来的演艺道路 依然充满信心 确实挺难的 那时候公司刚刚起来 就公司还不到 十个人左右 那我们就 这个组呢 我们就几个人 四个人 加上我们助理 加上我还四个 都在很努力 都有希望 我们都听我自信 就出了更新 第一张 2010年首张专辑发行后三个月 韩羹羹一直以来的演员梦终于实现 与徐锡元 吴尘合作了电影《大舞声》 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大舞声》 这我回顾第一部电影 我在禁组的三个月前 我跟一个老师学的京剧 学的枪和刀 我一定要证明 什么给大家看 我说我可以演戏 那是第一次《大舞声》 旁边有很多歌迷 那时候我感觉到《大舞声》 今年韩羹羽首次当导演的赵薇合作 出演电影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临近一绝 也有很多人确实以后 能不能演 能不能当演员 其实那 我希望能给大家 也证明说我可以去演戏 我这个角色的时候 确实过得本的时候 角色没有那么特别的多 但都在后期嘛 但是给我的挑战 说台词也不是很多 那对我的挑战也是挺大的 我觉得我就 我想试一试 从中能学一些更多的东西 因为毕竟我才拍了一部戏嘛 那这部戏我想去 吸收一些经验 跟一些大的导演 还有关导也在旁边 还有其他演员 我们都互相能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才决定拍这部戏 在此之后 韩庚演艺事业的发展方向 逐渐向欧美市场拓展 陆续开始与大制作影片合作 这次是参加那个 编军金刚四 就演一个角色 这是我第一次吧 从好莱坞的合作 挺激动的 挺开心的 第一个问题我就选英语 接到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英语 现在我也在努力在学英语 比如说我学英语 我希望是在拍 更多的一些 大的导演 在好莱坞 或者去其他的一些 有机会的话 我想拍一个更多的这样的电影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要谈论一些 从前面的一些东西 关于这个男人 我们怎么可以问 这个问题 他就是他 他就是 我已经讲过他 差不多一月了 他说英语 他很快学习 每次在去回首 去回想青春的时候 我就极其开心 不管你做错了 做错了什么 不管你是遇见了什么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其实都是正确的 青春就是义无反顾的一个成长 小熊面具笑到比谁都更开心 藏不住那一双苦红的眼睛 小熊面具伪装成无辜的表情 去面你失眠在无界的梦境 在你身边 你身边 你身边 就算那世界善变 我还是会在你身边 你身边 固着你最期待的音乐 好了 接下时间马上就要提出今天有钱买不到的问题了 各位请听好了 今天的问题肯定是跟他有关了 你已经猜到了 就是 韩庚在2011年那个时候 他付出的一个首秀的舞台 在哪里呢 是哪个活动呢 对 那个时候我也在 给你们一些提示 然后跟一个年份有关系 好像有整整十年 是什么活动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就赶紧用手机 登陆我们音乐风云榜的客户单 去那边回答问题 我手里拿的 来自韩庚清理签名的专辑韩庚 每次都是让口令 就是属于你的了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我手里拿的 冰箱破开 春天即将到来 我的 声势 超越你的期待 挥舞狂草 不许姿态狂笑 向我狂操 写一页新的时代 我挥舞那狂草 删来一百都分开 你笑着狂草 狂笑 不许浪漠 他狂央要参串 我手手拿狂草 小鹏陈锋在澎湃 你敢不敢 狂草 狂笑 去发现行动也结不完 我手拿狂草 你敢不敢 狂草 狂笑